职场有方圆 规则可不少 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哪来一记变化球 看我接招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和你 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 好家庭联播网 台中古典97.7 才别Bravo 91.3 为您带来的节目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欢恩 2020年年初的时候 我在美国一个知名的群众募资平台 看到了一个产品 是一个容量 差不多是520cc的保温水平 可是它很特别 因为它可以从水平底部 另外再拆出一个 350cc附杯盖的随形杯 等于就是一个水平 但是有两个大小不同的容器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设计 就是能够让你把 那个比较小的随形杯 固定在水平的顶部 这样比较方便携带 如果你真的两个容器都用上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它们叠在一起 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你手不够用啊 或者是可能会打翻饮料的问题 所以我当下看到他们的行销影片 就整个心动了 通常我对于这种产品广告 都是蛮无动于衷的 可是那个时候呢 我就决定要下单购买 成为了一万四千多名 这个水平的前期赞助人之一 本来呢这个产品是预计在 2020年年底前要出货的 因为呢赞助人 他们很多都是预备 要把这个很特别的水平 当作是圣诞礼物 送给亲戚送给朋友 那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记忆游行吧 都还记得2020年后来 发生了什么事嘛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中国就开始封城 很多工厂都被迫停工关场 这个产品找上的代工厂 刚好也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也直接受到影响 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本来的这个量产排程 就彻底延宕 一直等到工厂复工之后呢 还是因为那个时候 国际航班什么的 都还没有完全恢复 而且很多的国家都还是有 边境飞航的限制隔离的管制等等 所以这个产品团队就表示说 自己没有办法按照原定计划 安排团队的成员 可以亲自到中国工厂 来现场验收样本 就必须要靠邮寄的方式 一来一往来进行前期的评管 所以当然又再一次延宕了排程 透过远距厌货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已经拖长了时间 那你又再加上 其实在评管的过程当中 也确实有抓出了一些 在设计在打板在产制的瑕疵 所以你又必须要来进行调整 来修正错误 等于又是把交货的时间 继续的往后延 那预估交货的时间 真的是一推再推哦 我2020年3月下的订单 直到现在2022年已经4月了 我都还没有收到我的产品 而且我并不是特例 绝大多数早期的赞助人 到现在也都还没有收到 他们的水平 更有趣的是呢 近期呢 这个产品团队就发了一封email 告知我们这些早期赞助人说 因为呢 这个水平制造 整整延宕了两年多 现在运费已经水涨船高了 所以当初跟我们已经先收的 这个运费 已经没有办法负担 现在的实际报价 所以等到他们 真的要准备开始 配送产品的时候 就需要另外 再跟每一个赞助人 加收运费来补足差额 这个产品团队甚至还强调说 因为我们这些赞助人 早先提供的资金 已经都投入生产成本里面了 所以现在根本没有办法退费 所以如果赞助人 你们不愿意追加运费的话 你们就是既拿不到产品 你们的钱也要不回来了 让我们赶等了两年多 都还没有收到产品就算了 现在还回过头来跟我们再要钱 这已经够扯了 但是真的是没有最扯只有更扯 因为有很多的赞助人 后来还发现说 这个产品团队呢 他们根本已经在自己的网站上 还有另外一个第三方的网站上 已经开始在贩售他们的水平 而且已经有交货了 而且重点是 这个网站上所订定的运费 比当初我们这些赞助人 所付的还要便宜 言下之意呢 他们根本就是已经把我们这些 早期赞助人的订单先亮在一边 反而优先出货给后来 才上他们的网站来购买的这些客人 知道我这个状况的人呢 都吓我说 我根本就是遇上了诈骗集团 可是我还一直傻傻的说 应该没有啦 因为他们真的有做出产品原型啊 每个月产品团队寄来的这个email里面 都会附带工厂生产线的影片啊 画面上都有看到这个瓶子 跟这些特殊夹层什么的 这些零件 说是这样说没错 可是毕竟在产品到手之前 不管你是行骚影片 还是工厂生产线的影片 其实这个什么一瓶两用 它到头来都只是一个虚构的概念 一个还没有实践的理想 因为我就是还没有 拿到这个产品啊 我所面对的这个状况 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还蛮贴切的总结了 所有新创公司在草创初期 都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 那就是在你能够拿出一个实际产品来之前 你必须要无所不用其极的 画出一个大饼 靠一张嘴 靠一些厉害的行销手法 来卖一个美好的愿景 才能够吸引投资人上钩 可是如果你做不出产品来 你拿不出东西来 你又要如何说服别人掏钱投资呢 这就是一个你没有钱做不出东西来 但是你做不出东西来又要不到钱 一个创业过程当中最让人归打墙的矛盾 可是我觉得讲着讲着 这部也点出了一个 让人其实有点胆战心惊的一个事实 那就是那些成功荣登了 独角兽市职的新创公司 你今天与其说他们是成功圆了梦 实践了他们的愿景 好像你更应该说 其实他们是成功圆了谎 在把他们的牛皮吹破之前 他们很侥幸的 很幸运的 兑现了自己在募资期间 所有空口说过的白话 本周的崩坏吧 独角兽第二单元 就是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圆梦跟圆谎之间的差别 从Elizabeth Holmes的故事来说起 Elizabeth Holmes她一手创办了 Theranos这间生计公司 对外宣称自己开发出了一个 能够彻底颠覆医疗产业的 验血新技术 只要一滴血就能够验百病 她曾经是戏骨最炙手可热的 女创办人 野心勃勃 蛮有愿景 可是夸下的海口 撒过的谎 至终通通远不回来 如今她变成了是一个被判处 四起乍七罪名成立的戏骨大骗子 这些独角兽们 他们到底是在圆梦 还是在圆谎 又为什么 我们好像往往傻傻分不清呢 很多估价超过11美金的独角兽公司 跟邪教最少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他们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创办人 简直就跟邪教教主一样 这些大多是风格 特立独行 令人捉摸不定 可是却又散发出一股 让人无法抗拒的个人魅力的领袖 这些创办人呢 很多时候形式作风独断又阿靡 因此特别容易形塑出 很畸形扭曲的公司文化和风气 所以我想大家可能不难想象哦 其实你要让一个陷入邪教当中的人 意识到说 天哪我竟然加入了一个邪教 通常让这些人大梦出行 最快的方法 就是当那一位教主 当那一位创办人 他们神圣不容置疑的形象开始崩解 当他们跌落神坛的时候 才能让人大梦出行 意识到说 其实我根本就是踏上了一条贼船 我得要赶快脱身 而近年来 从神坛上摔落的最鼻青脸肿 崩坏的最为彻底的独角兽创办人 Faye Elizabeth Holmes 莫属 她在矽谷风生水起到 身败名列的故事 占据了世界各大媒体的版面 台湾更以矽谷女神 世纪大片局作为标题 来报道她的故事 Elyzabeth Holmes 从小就很清楚 我自己要什么 小时候亲戚问她说 你长大想做什么的时候 她毫不犹豫地说 自己立志想当一个亿万富翁 你难道不想要当总统吗 亲戚继续追问 大概就想说 这个小女生怎么年纪小小 只有铜丘味这么重 结果没想到当时 Elyzabeth Holmes 竟然这样回答 我干嘛当总统啊 等到我成为了亿万富翁之后 总统就会娶我啦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 Elyzabeth Holmes 在多年前的一个访谈当中 在镜头前朗读自己在九岁那一年 写给爸爸的一封信 信中提到 自己这辈子最想要做的事 就是要发现人类从来不知道 可能完成的新事物 她其实在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展现过人的毅力 她高中田径队的队友回忆 通常大家记得的 都是比赛中拿第一的选手 可是Elyzabeth Holmes 却凭着她超人的毅力 让所有人都印象深刻 即使她每一场赛事都跑最后一名 可是她永远坚持要跑过终点才罢休 Elyzabeth Holmes 从高中开始 就请家教在家里学中文 她甚至成功说服了 大学部开设的暑期中文班破例 让她这个高中生报名上课 所以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在Elyzabeth Holmes 的字典里头 没有知难而退这四个字 Elyzabeth Holmes 后来如愿申请上 她的第一志愿史丹佛大学 她最执着的就是 想要能够发掘出一个 足以改变全人类的idea 所以她曾经上史丹佛大学的 医学系教授Philis Gardner 分享自己突发奇想的 一个发明 一个能够同时诊断病人的血压 并且以微流体技术 注入疗程的贴片 这也是为什么她后来 把自己的公司取名叫做 Theranos 因为呢这个公司名称 就是英文疗程 Therapy和诊断 Diagnose这两个字的合体 当时Professor Gardner 这个医学系教授 就很直接地告诉Elyzabeth Holmes 你的这个设计 从科学来讲 是永远不可行的 可是即便那个时候 Elyzabeth Holmes 根本没有任何的医科 或是生技专业背景 她仍然不愿意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回答 她不想要放弃这个 她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 创新idea 所以她就决定在大二那一年 辍学 创办了她的生技公司 Theranos 大家一定很匪夷所思 一个基本上就只有高中学历的人 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 认为自己有本事 能够把一间生技公司做起来 而且可以带领一个团队来研发 一个从来没有听过 从来不曾有过的新技术 可是那个时期 就是已经有贾伯斯啊 祖克伯啊 马斯克啊 这些人 他们通通都是 大学没有念完就辍学 就创业成功 就变成亿万富翁的成功案例 所以对Elyzabeth Holmes来讲 这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啊 为什么他们可以 自己却不行呢 她自己曾经在访谈中分享说 其实自己在大学的 那一年半当中 都是在跟创投公司开会 在找钱 在募款 根本也都没有认真在上课 所以呢 不如把史丹佛的学费省下来 变成自己的创业基金 还实际一点 尽管自己在生物科技上 根本是一无所知 可是呢 Elyzabeth Holmes的愿景 却深受史丹佛大学 化工教授 Chaining Robertson的欣赏 从来就不收 大一新生的Robertson教授 竟然也被Elyzabeth Holmes说服 破天荒的 让Elyzabeth 以大一新生的身份 来选修 Professor Robertson 所开的化工研究生课程 事后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Professor Robertson就回忆 他真心认为 人的一生 你想想看 有多少的机会 能够亲眼见证 像是贝多芬 像是莫札特 像是达文西 这种等级的天才 他真心的认为 Elyzabeth Holmes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天才 所以呢 才赌上了自己的 职业和声望 全心的来支持 Elyzabeth Holmes 不仅贡献出 他自己的人脉 引荐Elyzabeth Holmes 认识不少的创投公司 更成为了 Theranos的第一位董事 Chaining Robertson 他可以说是第一个 但当然不是最后一个 就是因为太想要相信 Elyzabeth Holmes 太想要相信 他的梦想能够成真 所以直接亲自助长了 这个谎言 如滚雪球般 越滚越大 也正因为如此 Elyzabeth Holmes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就为他那个 根本还拿不出 任何成果的新创公司 募到了超过 600万美金的资金 您现在收听的是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 欢恩 矽谷女神世纪大片局 被踢爆之后 陆续就出现了很多 相关的追踪报道 podcast访谈 还有著作出版 那好莱坞当然 也不会放过 这么吸睛的题材 所以苹果的串流平台 很早就宣布 他们要以此为题 来翻拍成电影 而且呢 还重金请来了 珍妮佛劳伦斯 要来饰演 Elizabeth Holmes 结果没想到 Hulu串流平台 却抢先在今年 就先推出了 电视影集的版本 就叫做The Dropout 让Elizabeth Holmes的故事 记他在年初的 这个判决之后 再一次成为了 大家关注的焦点 在The Dropout 这个电视影集当中 有一场戏 描述Elizabeth Holmes 有机会跟 知名的软体公司 Oracle 甲骨文公司的 创办人间总裁 Larry Ellison 见面 那Larry Ellison 就跟Elizabeth Holmes 分享 当年Oracle 才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在寻求 募资的 那个过程 其实那个时候 他手上的软体 那个版本 还是有很多 很多的问题 可是他却从来 没有跟当时的 那些投资人 据实以告 反正你就是 先把钱弄到手 再说 Larry Ellison 这样告诉Elizabeth 然后接下来 这两个人 就轮流在 Larry Ellison的游艇上 歇斯底里的大吼 把钱搞到手 透过Larry Ellison的 转介 Elizabeth Holmes 很难得的 获得了 可以去到瑞士 来会晤 药厂巨头 诺华的一个机会 准备来进行 他的产品示范 好目得 下一轮的资金 可是其实那个时候 Theranos 根本都还没有 真正研发出 低血 验病的技术 所以他们带去瑞士的 这个原型 验血机器 虽然确实是在 行前的时候 在Theranos的 研究室里头 曾经有成功 检测出结果 可是检测次数 非常的少 而且机器的状况 很不稳定 所以果然 在瑞士正式 开会之前 他们 一而再再而三 每一次测试 结果都还是失败 可是即便是这样子 Elizabeth Holmes 她就是不明白 什么叫做知难而退 她就指示员工 不如我们就干脆拿 在研究室测试出来的结果 鱼木混珠 来捏造 诺华示范会议上的结果 在剧中 她手下员工 对于公然向投资方 说谎 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表达质疑的时候 只见Elizabeth Holmes 瞪大双眼说 我们这样 不算说谎啊 因为我们的机器 之前确实 有成功过啊 这可能是某种 自我安慰吧 说服自己 今天 讲的并不是 百分之百的谎话 因为 只要我们之后 可以把机器修好 就能够冤谎了 靠着这个谎言 资金到手了 可是毕竟今天 他们是研发 全新的医疗器材和技术 你总得要透过 临床实验 才能够来验证说 你的这个技术 到底有没有效 Elizabeth Holmes 不顾研发工程团队的反对 明明就知道 手上的技术和机器 都还没有效 都还不成熟 却坚持要按照 原定计划 开始针对癌末病患 来进行临床实验 在剧中 首席工程师 没有办法接受 他们竟然是在 明知道产品 不管用的情况之下 还要利用 这些命不久矣的病人 可是Elizabeth Holmes 却说 啊 这些病人 他们都知道 自己参加的是 一个临床实验呢 临床实验的意思就是 可能成功 可能也会没效啊 虽然我们当然不知道 剧中Elizabeth Holmes 讲的这些话 她的这些反应 是不是属实 可是我们知道 真实生活当中 这位矽谷女神 她确实为了 一元自己 改变世界的梦想 捏造了数据 来欺骗诺华 也确实是在 明知道她的产品 跟技术 还不成功的情况之下 就进行了 临床实验 在她的思维当中 这就是创新的过程啊 当你想要去改变 现况的时候 你一开始 你一定会 有很多人说 你是个疯子 接着一定会 更多人 开始想办法 给你唱反调 来拦阻你 可是 你只要坚持得住 不知不觉 世界就会被你改变 Elizabeth Holmes 梦想 的确是一个 足以改变世界的 idea 全球有多少的病患 饱受抽血之苦 为了不同的检验 需要抽上 好极管血不说 这些病患 抽血抽到 手臂瘀青 都是正常的 如果你更惨 遇上一个 技术很差的护士 一直找不到血管 或者是插错位置了 等到针都已经 插进手臂了 还在你那边 掏啊 找的啊 光是想就觉得 真的是 鸡皮疙瘩掉满地 那些病患 更是苦不堪言 所以如果真的是 能够成功发明出一个 简便 手持的 咽血器材 只要轻轻在手指上 扎一下 只要用一滴血 就可以让你轻松 在家里头 自行咽血 做上百种检测 这真的是能够改变 全体人类的生命 也可以做到 更早预防一些 特定疾病的 一个状况 甚至还能够 应用到战场上 有了这么一个便利 而且准确的 验血机器跟技术 可以让前线 负伤的士兵 在第一时间 可以得到正确的 检验和诊断 可是前提是 你要做得出来啊 你要真的能够 准确而便利 你今天梦想 不管再怎样子的美好 无论你的想法 有多创新 如果你的技术 不存在 它就是不存在 你的机器做不出来 就是做不出来 你拿不出具体的数据 和成果之前 从Elizabeth Holmes 嘴里说出来的 每一个承诺 每一个美好愿景 都只是连篇谎话 Elizabeth Holmes 跟Theranos 之所以在这些崩坏的 独角兽当中 如此受到瞩目 其实呢 有几个关键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 Theranos曾经是一个 一度坐拥 高达90亿美金价值的公司 曾几何时呢 Theranos的董事会名单 一翻开来 这简直就是创投界的 复仇者联盟 因为一字排开 全部都是跨足 美国产观学 政经界的重量级人物 包括美国前国务卿 季星级 还有乔治舒兹 还有两位美国前 国防部长 前美国参议员 甚至还有美国前 疾病管制署的署长 也有外科医生 Elizabeth Holmes 甚至还说服了 苹果创办人贾伯斯的 得力左右手 负责MacOS10 研发的首席软体工程师 Avi Tavani 加入成为他的董事之一 我觉得 真的很难想象 这些不仅是有头有脸 更是悦人无数 在各自领域 受人尽忠的成功人士 他们到底是怎么被 Elizabeth Holmes 耍得团团转的 可是背后有一个 很根本的原因 我们不得不说 那就是 其实这多少 还是跟他的性别 有点关系 今天在矽谷闯出一片天 那些叫得出名字来的 成功创办人 基本上都还是 以白人男性为主 最难得在 绿越当中 窜出了这么一点 红 这无庸置疑是 Elizabeth Holmes 很重要的卖点之一 也因此会让 各路投资人 多少都抱着一种心态 他们都想要成为 那个会演独具 促成 所谓戏骨女创业家 在业界大放异彩的 幕后工程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些投资人 也落入了一个 跟Elizabeth Holmes 一样的偏颇观念 那就是当你找到一个 你很喜欢 很喜欢的idea的时候 只要你够喜欢 只要你够坚持 够希望它成真 好像这样子 就事半功倍了 可是Elizabeth Holmes 的故事告诉我们 很多东西 不是凭空想象 不是你只要 心存正念 就能够成功的 在The Dropout的 电视集当中呢 有一场戏 就是我们刚刚 有提到的 刚升上大一的 Elizabeth Holmes 找上了 史丹佛大学 医学系的 Philis Gardner教授 跟她分享了 那个可以自动诊断 在下药的贴片idea 当时教授告诉她说 你的这个想法 科学上来讲 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时候 Elizabeth Holmes 却双眼 散发着天真 窒息的万丈光芒 回说 Do or do not There is no try 你要嘛做 要嘛不做 没有什么试试看而已 这句话呢 其实是 星际大战中 尤达大师 说过的一句名言 言下之意呢 就是你要放手 一搏直到成功为止 当时剧中 这个Professor Gardner 非常傻眼 对Elizabeth Holmes 说 科学的本质 就是不断的在 try 就是不断的在尝试啊 你与其今天去 引用一个虚构的 绿色外星人 说过的一个 虚构的台词 你更应该 按部就班的 学习生物科学 最根本的基础知识 这才实际 当然这一来一往的互动 肯定是夹杂了 很多编剧的 自由想象 自由发挥 可是我觉得 其实也很写实地 描绘出了 Elizabeth Holmes 野心勃勃的个性 她为自己 紧紧抓住了一个 其实有点 莫名没有来由的 崇高使命感 反正就是已经认定 自己是一个 要做大事的人 好像因为这样子 而更加搞不清楚 其实按部就班 务实验证 跟轻易放弃 打退堂鼓 这两个是 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有的时候 你知难而退 并不是因为 你毅力不够 而如果你永远都 不顾现实考量 坚持己见 这不仅不是美德 到头来 只不过是凸显出 你自己的无知和傲慢 很多东西 并不是只要你 精神所至 就一定能够 精神为开的 特别是 现在我们讲的是 医疗生物科技的研发 当你牵涉到 个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时候 当然是急不得啦 你可以大胆假设 可是你更需要 小心求证 这么基本的道理 Elizabeth Holmes 却视若无睹 究竟是因为 她太自信了 还是她太任性 即使是 即使是到今天 她的诈欺案 都已经宣布判决了 这个人 她心里头 到底是怎么想的 到现在都还没有人 摸得透 只能够说 从Elizabeth Holmes 的身上 让我们发现 原来 圆梦 和圆晃 是很容易 被混为一谈的 Elizabeth Holmes 身边的这些 贵人金主 跟她 有一模一样的盲点 他们都认为 寻觅戏谷独角兽的 一个必要条件 就是要找到一个 敢冲 敢说 敢做梦的人 可是这种人 他们到底是 壮志凌云 还是吃人说梦 这一切 其实就是一个 结果论 就好像 Oracle的创办人 Larry Ellison一样 当年 给他吹捧了 天花乱坠的软体 最终 总算是让他 成功做出来了 所以在他 刚起步的时候 曾经对投资人 撒过的那些小谎 那些刻意的 隐瞒 大家现在 可以拿出来 一笑之之说 哎呀 其实那时候 你那个叫做 果断自信 而不是 骗人 误导 可是如果你今天 是跟 Elizabeth Holmes一样 你拿了别人 一堆钱 可是却始终 拿不出成果来 那大家就会说 这很明白的 就是诈欺啦 可是可能在 戏谷 在创头圈 今天 你能募到多少钱 替自己 买来多少时间 这才是决定 你今天 到底是在 原梦 还是在 原谎 的关键差别吧 本节目由 好家庭联盟网 台北Bravo FM91.3 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 制作播出 崩坏的独角兽公司 通常呢 是有个通病的 那就是 成也创办人 拜也创办人 创办人的个性 和做事风格 并不只是员工啊 或者是媒体 茶余饭后 八卦的小道消息 这也是对于 一间新创公司的 体质和风气 有很直接的 一个影响 Elizabeth Holmes 大言不惭 说谎不打草稿 也不脸红的 形式风格 曾一度 被人家看作 是好像很高明的 一个行销手法 每每她出席 任何公开活动 参加会议 或者是媒体访问的时候 她最喜欢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 就是说 自己公司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 要让我们 不需要面对太早 跟家人诀别的悲剧 So no one ever has to say goodbye too soon 这句话成为了 她的口头禅 去哪里都挂在嘴边 不断地重复播放 说谎 成自然 这就变成了 Elizabeth Holmes 一个最指标性的人设 她不只是 以此作为 她跟投资员 还有董事会 互动的准则 这也成为了 Theranos公司 文化当中 最让人 胆战心惊的 一个特征 Elizabeth Holmes 她深深知道 自己答应 投资人的技术 始终 没有办法 研发出来 但为了 避免公司 内部员工 走漏风声 所以她刻意 孤立 各个部门 用尽各种方式 禁止 不同部门的人 可以交换 情报 互通 有无 所以基本上 研发部的人 跟工程部的人 彼此都不知道 对方在做什么案子 进度到哪里 这种保密防碟的氛围 让公司 陷入一个猜忌 互不信任的 扭曲文化当中 员工们也慢慢发现 这个女主管 根本就是一个 说谎惯犯 即使是 无关紧要的 小事情 都可以拿来撒谎 像是她 可能人明明 就还在公司 却会回信 跟员工说 这件事情 自己因为 现在人不在办公室 所以要等到 明天上班 才能够处理 可是或许 Elizabeth Holmes 最让人 不可思议的谎言 是她的声音 她低沉的嗓音 是她在 公开场合的 政治标记 可是我们 马上要听到的 这段访谈录音当中 我们隐约就可以听到 她一开口的时候 好像有一点 不小心露线了 是在事后 赶快慢慢的 再把声音 压低回来 很多人 包含她的大学教授 跟手下的员工 也都 曾跳出来说 其实呢 这个声音 根本就不是 Elizabeth Holmes 真正的声音 是她刻意 装出来的 可能是认为 把嗓音压低 可以帮助她 形作一个 权威 可信度更高的形象 Elizabeth Holmes 一直以来作为崇拜的 就是苹果的创办人 贾伯斯 她甚至不惜 大举挖角 苹果的员工 我们刚刚听到的 那个音档呢 是当年曾经参与在 iPhone产品设计的 一个很知名的设计师 Anna Ariola 她分享 Elizabeth Holmes 对于贾伯斯的穿着 非常的好奇 在她得知 原来贾伯斯的 这个黑色高领 搭配牛仔裤的制服 其实是在 效法 索尼 Sony 他们聘请 三宅医生 为公司主管 设计衣服 这样的一个传统 因此 Elizabeth Holmes 也就成为了 三宅医生 黑色高领的爱好者 在日后出席的 任何的公开场合 她基本上 就是穿着一个 黑色高领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 黑白是非 越来越难分辨的时代 因为灰色地带 才是所有人 都能够替自己 找到余地的 一个空间 所以好像 已经没有什么 绝对的谎话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说 那不过是 一种行销手法 其他时候 我们把它叫做 是自我包装 又有的时候 我们说 那是叫做 有野心 有理想 因为呢 我们都不愿意相信 有人 会摆明的 就是要占你便宜 会故意 当着你的面 说谎话 所以在美梦 确定幻灭 在独角兽 分崩离析之前 这些人 他们都是拥有 雄心壮志的 有为青年 而不是 吃人说梦的 炸击惯犯 而他们所有的 不择手段 都不过是 圆梦过程的 努力不懈 而不是为了 圆晃的 居心叵测 就好像 如果到最后 总算 让我收到了 那个 让我苦等了 两年多的水平 我想那间公司 在我心目当中 大概 会从 阴险的诈骗集团 直接洗白 来变回一个 心情 不畏艰难的 新创公司吧 谢谢您收听 今天的那些 老外找我的事 我是欢恩 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 空中再聊咯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